韩国老将取得跨时代胜利 无法拿小黄人对比我们 韩国前世界冠军高承选与申白哲宝刀未老 他们在法国羽球超级750赛男双决赛 已直落两局击败印尼世界 第一小黄人组合费尔纳迪 苏卡木曰 自2019年澳洲和美国公开赛后 再次夺得男双冠军 这是属于两位老将的标志性胜利 34岁的高承选和32岁的申白哲 用韩国的传统打法 击败了印尼的世界最顶级男双 不管对手什么球 他们都能用顽强的防守化解 同时也调动凯文 让他无法发挥前场的实力 当机会来临时 则有手转弓一击制胜 最终以21比17 22比20拿下胜利 高承选与申白哲 于2018年付出之十层磕磕绊绊 但如今高承选获得了他的第三个法国公开赛冠军 申白哲则获得了他的首个法国公开赛冠军 高承选赛后对世界与联官网说 在来这里之前 我们都不认为我们能赢 但每次胜利后 我们都感觉更好 今天我们超级开心 几年前我们离开了国家队 在疫情之后 这是我们第一次进入高级别赛事决赛 所以这对我们来说真的很重要 与您精选手相比 我们体能限制很大 所以很难跟上他们 我们有经验 这对我们今天很有帮助 也许今天我们的处理的比对手好 他们真的是很好的球员 很难把他们和我们同时代理人相比 即使在那时 也有很多人比我们更好 但在我们不打球的那段时间里 我们对自己的未来感到不安 现在我们很高兴做到了 这是我第一次在法国参加决赛 所以意义重大 在这之后 我们对未来的重大比赛更有信心 往的下期见 咱们吃点赛